現在中秋節 大家都在烤肉 不過這麼多人 都有烤肉 烤失敗經驗 不是肉沒有烤 就是烤得燒焦 到底烤肉要怎麼烤 才會好吃 現在在烤肉達人 就要跟我們大家加幾步 中秋節 大家是怕要烤肉 如果沒有烤肉 要怎麼算是中秋節 但是就怕烤不好 這散肉 烤得變黑團 這肉到底怎麼烤 才會好吃 受傷第一步 就跟我們平常是 差彩一樣 這塊這個火就要加烤焦 中間的話屬於它的母火 中間母火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用來烤牛肉 烤一些比較有厚度的肉 旁邊的話屬於它邊邊的 比較直火的部分 不需要那麼長去翻它 加一些魚類 海鮮類的 這樣把它烤開 中秋節肉就比較快熟 外面的海鮮 油還可以慢慢烤 現在火加烤焦 就能煮一整理焦 注意肉的角度 不可以超過半線 這樣烤焦的才會有更好吃 其實這第三步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牛肉 八蛋航太久 而且這檔冰一次 冰過夜又算五秒 這香廣肉片就可以 下車 還有第四步 參加這款整體的骰子牛 也太畢端 天天賦予骰子牛 它那個活力來源 就是基本上是 靠的程度是六面全熟兩面圍焦 五百隻丸外面 繼續要教你烤焦肉 大家最喜歡的出貌就是 烤到外面超會的 來對還是親的 在烤焦的專家說 這畢端就是要一直冰面 有冰就好 最後的成果就是這樣 金色的機油 讓烤焦時烤焦燉 看起來很好吃 最後的重點就是 烤焦 像這蝦 只要烤焦變紅色的 就可以拿起來吃 最困難的就是烤魚 不可以中間的冰面 就要很耐心 就要用白白的火 有哪烤 重點就在吃 這魚的肉粥 只要開始出水 就表示說這邊已經熟了 只要有這些比喚 你也可以變多轉家 中手烤肉 五烤焦點 正是烤焦百度 九九九來行的只要十分鐘 就能行到彭公公 接下來綜合報導